为什么要考虑让孩子来马来西亚读国际学校呢 最近我授予了很多转读马来西亚留学的案子 他们本来是打算让孩子到西方国家 最后却转读了马来西亚 为什么呢 于家长们教堂的过程中 我能够了解到大家最终选择马来西亚的原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马来西亚是一个无惧一格的地方 各类种族文化共存 唯独中华文化成为了中流地柱 还只在接受西方教育的同时 又可以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 续成中华文化最核心的价值 礼仪廉耻 不仅如此哈 在这个前途未卜的后疫情时代 马来西亚国际教育还可以作为一个观望台 或者是跳板 可进可退 未来可以跳板到西方国家 也可以选择不在东方国家 给予孩子未来充分的选择权 那么第二点 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是受国际认可的 学校内应软件具备学费非常低廉 相同周边的灵活同等教育的质量的国际学校 学费至少低了一倍 竞价比更胜一筹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受到来自不同国家的家长和当地上流社会人士的青睐 纷纷入读马来西亚国际学校 使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真正的成为了国际学校 这可以让孩子提前接触各国文化及培养世界观 那么第三点 一部分的家长对国际学校的误学是 认为可以先在传统学校打好基础 再考虑后期送孩子去国际学校 如果您有这样的想法 要注意了哈 国际学校的教育理念是不一样的 国际学校意识到最好的学习 不一定是在课堂上 而是培养孩子对知识的欲望 创新的能力 注重于知识的化解运用 发挥孩子在潜在的优势 并将其有效地发挥 从国际学校的角度来看 性格培养才是基础 只要孩子愿意自己学习 父母大可不必操心 所以如果您有意让孩子上国际学校 那当然是年纪越小越好 凡事都要趁你 那么如今孩子需要掌握很多技能 去面对这样一个多变复杂的社会 不仅需要灵活应对各种社会现象 而且还要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路 当然马来西亚国际学校的优势 还不止这些哦 这集先说到这里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马来学校的疑问 欢迎私信或留言 非常乐意为大家介绍任何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